事情是这样的 小帕开到七街蓝枪口 发了个视频 优伦宝就不按好心的说 咖喱妹妹的猪毒已挂好 卖不出去呀 高校期间很多人开到了七街蓝枪口 降价都降到了三百万左右 就是没人买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刷到了优伦宝的视频 一天花了八千万金条 就是圣龙 特别的又把秋日的七街蓝色配件买光了 学龄区全在爱戴小帕 金条有了又没有了 恭喜a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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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说小帕 所以说他的金条什么时候到账 你的枪口卖出去了 条条准备好了吗 别催了别催了 我现在就去买猪毒 行了吧 果然来到交易之城 翻了一下 还真挂好了 一百二十五万金条 就这样没了 金条已经还了 不要再催我了 但是小帕发现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第一次赔了一百二十五万 第二次赔了一百二十五万 加起来是多少 小帕赔了咖喱 大蛇喊出来 咖喱二百五 就为你们还有谁 你敢不敢喊你同居 二百五